秘书来提醒董事长下午有两个面试 董事长十分重视人品 因此他决定在面试前给两个候选人一个测试 董事长伪装成清洁阿姨 在公司大厅扫地 他准备故意撞一下两个面试者 看看他们对他的态度如何 约定时间到达 两个面试者很快就到了公司 董事长按照计划撞到他们 但两个面试者的态度截然不同 一个面试者温柔大度 另一个面试者却斤斤计较 董事长心中便有了答案 面试时间到 董事长出现在两位面试者面前时 他们都惊呆了 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 郁总 好的 郁总 那我去给你准备 好的 那我们走 哎呀 哎呀 不好意思啊 美女 不好意思啊 没事的 姐 下次咱扫地注意点就行了 哎呀 美女 实在不好意思 我给你擦鞋吧 不用不用 姐 没事 我的鞋也不值什么钱 对了 咱们公司面试的地方怎么走呀 啊 面试的地方 你从这里过去 然后走拐就到了 好 那谢谢你了 姐 我先走了啊 我看钱 挺好 挺不错 你瞎呀 我们小时候走 哎呀 真不好意思啊 不是 你瞎呀 我这么大人你看不着啊 你看 我也不是故意的 那我给你擦擦吧 不是 你是不是缺些眼啊 烧骨子怎么那些没用呢 不是 美女 实在不行 我给你买一双吧 你可给我消停点吧 你看你给我买一双 你知道我这鞋多少钱吗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臭老弟的 我今天是来面试的 我如果因为你心情不好 面试过不了 我今天饶不了 别当我道 这么大人也在乘的也是 真是啥人都有 你们两个也先坐着一会儿 以后我跟董事长 都过来给你们面试 你往那边点 不是 你瞅我干啥你瞅我 你瞅你这事看的 你农村来的吧 就你这样的 你来面什么事啊 你赶紧走 赶紧走不得了 啥的呀 你还不服啊 没有 大姐 再瞅我 再瞅我信不信 我大嘴巴子瞅你 我说你这小姑娘 刚毕业的吧 到底农村来的还是城里来的 你这穿睡衣来的吧 大姐啊 我农村来的 农村的呀 我一瞅你就是农村来的 你农村的呀 你农村的呀 你不在家好好种地 你可城里哥子啥呀 你哥子 走吧 我们进去吧 好 董事长 我给你们两位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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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公司的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 对 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正在董事里 董事长 你不能再做一次吗 我一定好好干 鸡水 鸡水 鸡水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恭喜你 你也不行 凭什么呀 为什么呀 我不就责对你了吗 我的私利 我的学历 都比他强 他一个农村的 拿什么都比呀 他呀 人比你强 我们公司的公司是 有德有才的 货格的用 有德无才的 培养使用 像你这样 无德无才的 我们坚决不用 还有 我告诉你 不要瞧不起农村人 网上虎三辈 家家公司农村人 你在这里有什么优越感 走 谢谢你董事长 不用谢 要谢就谢你新的人品 明天来公司上班吧 哦 对了 记住细节决定崇拜 加油